4月13日 宋祖儿逛街时被偶遇 与母亲一起现身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网友在选购乡薰时 店员突然提及宋祖儿的喜好 网友一时口快 直接评论了宋祖儿的税务问题 尴尬的是 他并未察觉宋祖儿就在身后 虽然网友深圳并非故意冒犯 但场面依然十分尴尬 有人调侃网友射死现场 也有人认为宋祖儿低头刷手机 是在演示尴尬 网友事后几时称 当时只是下意识的反应 并没有恶意 而宋祖儿虽然会对此事做出回应 但他的奢华生活 却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从网友透露的信息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宋祖儿虽然处于事业的低谷期 但他的生活品质并未下降 他身着的名牌服饰和配饰 都彰显着他的奢华生活 这也让网友们感叹 明星的生活水平真是令人羡慕 然而 与此同时 宋祖儿的事业却受到了严重影响 因为税务问题 他的演艺事业几乎停滞不前 各大卫视的删帖行为 更是让人猜测纷纷 虽然人有粉丝支持他 但他的付出之路 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此 你怎么看呢